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郭德昭第二次出战云峰对决 上次打比赛的时候他是打缠码比赛 一回合就很轻松解决了对手 这次这规则变了 是打自由搏击带来手套 自由搏击不能用摔 所以这样的话对双方运动员来说 都应该有一个重新使用战术的问题 现在红方我们高个比较 应该打出一个长距离的特点 但是呢 对方很猛 主动抢攻进来 赶近身 一看这个动作很干脆 所以我们对红方运动员来说 一定要注意 顶住他的进攻 不能打背景战 打完两下自己主动撤出来 这个不好 这个蹭胜追击 对 开机之后 一旦开好了之后 要扩大战果 对 一定要连招出击 现在单打一的 或者打两两招就撤了 这样很容易吃亏的 对 转身腿 这个距离不太合适 对 个子相对的矮一点 要打转身腿的话 很容易这个落空 对 还来一个转身腿 你像红方这个转身 蹬腿 踹腿 这支线的攻击都容易成功 对 我都要小心对方这个拳啊 对方这个拳杀伤力很重 两人互相换拳 拼了起来 对郭德昌来说 一定要注意 打主动 绝对不能打老实打防着反击不行 他这个身高必长的优势 对 发挥出来 发挥出来抢攻 对方我打到你 你反击不了我 这个距离也好 对 对 只有猛力的抢攻 抢占这个优势 对方呢 他想进不来 他就全腿啊 相对来说 短一些他就打不着你了 对 再打 不能放松 对 打一两三 然后就没动作了 放松 对 这个习惯不好 这个习惯非常不保 对这种搏击项目 要连招出击 要能不能打 对 好 好 第二队打完 这种搏击顶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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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 基本上是 操纷顶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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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由摸起是不能用摔的 所以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抱对方 抱着对你的高货子来说很吃飞的 所以对了 不能这种抱 赶快推他出来 然后再打 到目前来说 国特超这个身高这么多 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对对 从战术来说 没有发挥出来 这个以长客短 以直对方 对他这个来说 这种战术来说 而且两人一旦拼中进距离的时候 对方的这种出拳频率 要比他高很多 对对 因为直径比较短嘛 所以他出的比较快 对 要赌 发挥拳的作用 而且从身材上来说 国特超如果说用这样的一些 像对手刚刚用这种直线腿法应该会更好一些 对 把对方撑出去 对 因为自己腿那么长嘛 直线的腿法 直线的拳法都应该多打 就两人同时打着了 你这个腿长 这个对方手力也是大一些 对 对 国际进攻的频率很高 所以主动进攻的次数也很多 对 所以说这个战术啊 今天的制定啊 还是应该对对手的不太了解 你看你这样只是抱好架 对方全一打 全打进去 还有比赏了 对 所以说自己要主动移动起来 不能只是抱好 等对方打那也不行 对 所以我就从这个看来呢 这个郭大超主要是被动 打防射反击肯定是不赚便宜的 对 你看他防射反击的 他他相对的说体育又不好 然后呢 胳膊腿长 近距离你怎么起得来呢 对 对 你还想那个 这个 蓝方运里他就猛追你 他就想办法缩短距离嘛 气势上一直是压住的 对 对 而且距离现在完全是 蓝方这选手的距离了 对 对 我们的红方们就没有 没有远距离的个特点了 一会儿再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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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进 多小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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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小心了 危险了 哎呦 这个就危险了 你看这个距离一下 对 到目前来说啊 没看到郭大超有直线腿法什么 嗯 所以这个 这个拳法也没有力了 你看刚刚在这个距离的时候 完全可以用腿把对方给撑出去嘛 对 现在 现在 现在这个篮方啊 这个体力占了很大的优势 哎 我们这个 郭大超呢 现在那个 腿脚都 都失去了这种速度 这个 有 pum 我 比赛 来 我看郭德超这个议会和休闲 是否在战术上和他的团队有调整 他现在看来这个一个体力 第二个战术 是郭德超的两个大分要考虑的 这个第三局以后怎么打 不能老是让黑方追着你打 是 这个黑方一缩短距离以后 你就打不出来拳了 不是 郭德超本身的技术组合 相对单 就一二三 没了 因为这个 这个项目呢 郭德超本身这个不完全是一个 像打点得分那样 对 你要联系堆积他 他有这个气势才有这个优势显出来 他是减分制的 他不是加分的 他这个 首先他那个气势也没有上 而且现在对方也是完全 哎 你看 都已经打到非常松弛了 对 还有个绝活 伏地后蹬腿 这就说明你看 当一些选手在场上做大动作的时候 就说明他整个的状态 已经非常松弛了 对 他的状态比较松弛了 而且比较属于最佳状态 对 你看这个 所以对郭德超来说没有主动性 从目前看 我觉得两个选手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 实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实力有差距 再就是类型相克 对 他这种类型的选手 可能就不适合打这种猛冲猛打型的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种自由波击 或者泰拳猛冲猛打的 对郭德超来说还是需要总结经验 是 老师这种步步移步步移 那哪成啊 因为郭德超过去 打的比赛是在国家泰拳队打锦标赛 泰拳锦标赛 那个要好多规定 不太一样 跟这个职业的自由波击规则 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泰拳本身呢 锦标赛也好 这职业也重要有一个重拳重贴 对 没有这个也不行了 所以说 现在这个第三局了 现在我们从郭德超这个 进攻的频率就很低了 你看基本上人家 一两三两三拳 你再打一拳一拳 跳一拳 实力不行 现在肯定是 你现在也是 确实是一个大大的问题了 对 对 反击速度也跟不上 对方打完已经撤出来之后 他才反击 对 既没速度又没力量 这就要捡住了 顶住 不要被打击 还有十秒 现在还有十秒了 撑住 好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红方比蓝方二十七比三十 一致比赛结果 蓝方胜 一致比赛结果 一致比赛结果